今天呢,要来讲解这个眼睛的部分 大家有没有对眼睛呢,非常的好奇 那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今天的主题呢,是讲眼睛的部分是第一篇 因为呢,光一个眼睛呢,眼神呢,就可以讲很多很多的面向的一个特点 所以呢,上一次我先,第一次跟大家分享耳朵嘛,大家还记得吗? 问福在耳,耳朵呢,看这个人呢,有没有福气,所以问福在耳 那眼睛呢,是什么呢?问贵在眼 好,什么叫贵呢?贵不是贵子的贵哦 贵呢,就是,哎,你有没有贵气啊 天生呢,是不是有贵负命啊 还是你天生呢,有贵公子啊 有一些人可能是贫穷贵公子 什么意思,就是说,可能他并不是出生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 但是呢,他眼神呢,藏着贵气呢 那这样的人呢,到后面,他也可以凭借他自己的努力跟毅力呢 可以翻转他的命运 所以眼睛呢,眼神呢,也真的是挺重要的哦 好,大家可以边听边分享 如果呢,你可以看一下呢,你身边的家人、小孩 到底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眼睛的面向 我们一起好好来学习一下哦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哦,眼睛为什么很重要 其实呢,眼睛通心 其实如果说,一般会看面向的人 他懂得呢,从他的眼神当中可以读到很多的讯息 例如说,我们讲眼,我们讲眼通心 从相书来看的话呢,眼睛是直接通心的 就是说,当一个很会看向的人 他其实呢,只要看两个地方就可以了 第一个,看他的眼神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catch到你 看他的眼神 如果眼神呢,眼神善良 这样的人,心通常是善良的 那眼神呢,看起来比较阴险的 那这样的人呢,确实他的防备心 或他的这种,可能有点报复心 也会比较有 所以,这个是举例啦 就是说,我们要表达 就是说,眼通心 所以呢,眼睛呢,可以看出 这一个人的内心的想法 真实的想法 从眼神呢,其实可以看得很明显 那另外呢,第二个地方就是 听他的声音 其实从声音呢 声音呢,代表全部的意思 那声音之后有机会呢 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早期很多的老师傅 他真的是非常的专严 在面向的时候呢 他有时候还不用开你的命盘 他只要听你的声音 就知道说,你这一生当中的 富贵荣华呢,到什么阶段 还是呢,贫、穷、病、老 到什么问题 所以其实,有些人他从声音 有没有带有贵气 还是带有没有一个好的音频 这个磁性的话 也可以从声音呢,看到他整个人的全部 先了解一下说 眼睛在我们的面向的位置呢 他代表了什么意义 他到底呢,扮演什么样的重要的角色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你一定要先记清楚 好,那另外呢 我的主题是不是打说 眼睛看的贵气嘛,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呢 还有问贵在眼 就是观像六把的其中一个 还有一个叫做折胶在眼 什么叫折胶 胶朋友 看他的眼睛很重要 因为刚刚讲嘛 眼睛通心嘛 所以当你的眼神是善良的 这样的人基本上也会是善良的 眼睛如果是比较凶一点的 斜一点的 那通常呢 他的心也会比较多的心思 那你会说 老师,可是啊 我觉得这个人眼睛看起来很温柔啊 可是为什么他这么的脾气 这么的不好 甚至有暴力的倾向呢 好,其实呢 有时候你可能在看这个眼神的时候呢 因为眼神的判断呢 他又是属于在面相当中的又更高一阶阶 又更高一阶 更高一阶阶 确实哦 他就会更高一阶 所以有时候你看他的眼神 眼神呢 还有分哦 什么样会影响眼神呢 例如说 讲话 他对于 这一个人的 就是说你跟他在对视的时候 他的坚定度够不够 还有呢 眼神呢 例如说他常在飘移的 飘就是这样一来一去的 有没有 然后呢 或者是讲话闪烁的 其实这个眼神呢 要从他的一些 说话的行为模式呢 来去做一个判断 所以只能先跟大家讲说 其实光一个眼神呢 你要到很进阶的 都还是必须要 长期的去看 去训练 才会知道 好 那现在呢 先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听到眼睛这件事情呢 一定会想说 老师我知道 眼睛有分为 单眼皮 双眼皮 对不对 还有内双嘛 还有一单一双嘛 好 各位同学们 还有一个眼睛可能会有一大一小的问题 那我想问大家 如果呢 你是双眼皮的 帮我留言双眼皮 如果你是单眼皮的 帮我留言你是单眼皮 如果你是一单一双的 你就帮我留言一单一双 那如果呢 你是内双的 你就帮我留言内双 那如果你是一大一小的 帮我留言一大一小 好不好 好 那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 其实 单眼皮有单眼皮的特性 双眼皮有双眼皮的特性 内双的 有内双的特性 眼睛呢 一单一双呢 也有它的特性 好 那待会呢 我今天的重点呢 会先从 眼睛的一个 特性 就是它的长相的特质呢 来跟你做一个性格的 重点分析 好 像我自己本身呢 我就是双眼皮的 好 因为双眼皮最好理解嘛 你看 好 但我现在眼睛有点红红的 有没有 双眼皮就是这样 双眼皮呢 就是 这个眼皮呢 就是比较明显 就是 这个应该不用介绍吧 单眼皮的话呢 就好像这样 好 单眼皮 有些人是单眼皮 好 那有些人是内双 内双就是 它可能呢 外表看起来像单眼皮 可是它稍微一眨眼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双眼皮跑出来 那我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单眼皮 有没有 单眼皮呢 应该其实呢 还蛮好分辨的 对不对 好 单眼皮的人呢 通常呢 它会比较 理性 好 我们先讲 单眼皮的人 比较理性 双眼皮的人 比较感性 那内双的人呢 比较闷骚 好不好 那眼睛呢 一单一双的人呢 这样的人通常呢 它比较善变 好 大家 我先把这个重点整理给你听好 好 再讲一次哦 单眼皮的人 通常比较理性 双眼皮的人 通常比较感性 然后 眼睛内双的人呢 通常比较闷骚 然后 眼睛一单一双的人呢 比较 什么 善变 好吗 好 你把这个呢 老师告诉你的 重点的关键字呢 你要把它记下来 那记下来之后呢 你就会掌握到呢 判断眼睛的这个重点呢 你就会发现说 嗯 原来我要从这个角度去切入 OK 好 那各位单眼皮的朋友们 其实很多人 早期呢 很多人都觉得说 单眼皮是不是看起来眼睛比较小 但其实单眼皮呢 也有分眼睛比较大的单眼皮 也有分眼睛比较小的单眼皮 好 那眼睛呢 比较大的单眼皮的人呢 那眼睛大跟小呢 其实要怎么去分辨咯 呃 这个东西真的就是 应该很明显吧 哈哈哈哈 眼睛大跟小呢 应该还算蛮明显可以分辨啊 那大要多大呢 嗯 这个我真的很难去跟你说 用几公分来去衡量啊 但是我相信 大眼睛小眼睛 应该很明显判断嘛 那那个呃 就是单眼皮呢 一般比较理性嘛 好 什么叫理性呢 理性就是说呢 他通常单眼皮的人呢 尤其眼睛比较小的单眼皮呢 你要去叫他去冲动做一些事情呢 比较难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哇 他为什么要深思熟虑啊 或是考虑了半天 考虑了很久 然后单眼皮的人呢 因为理性嘛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 他或许没有那么的 呃 就是我们常讲不解风情 好 有时候你对于这种单眼皮的人 你觉得他不解风情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哇 这个人真的很难聊耶 聊没两三句话呢 就脱离这个天马行空的 把你拉回现实 你就觉得说 这个人为什么这么的难相处 好 那其实呢 他也不是难相处 他只是呢 很认真的在为你分析 他喜欢分析 他喜欢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你 尤其呢 单眼皮的小眼睛的人呢 他更是如此 那尤其呢 他对他自己本身的权力 义务 这件事情呢 他会比较小心一点点 那 但是单眼皮的人就这样 当他 只要深思熟虑了 考虑过了 然后他也确认可以了 他真的就会 很愿意的去执行 那 单眼皮的人呢 他也比较容易呢 对一些事情呢 很认真的去 钻研他 或者是很认真的去 研究他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他喜欢呢 追根究底 那尤其呢 是单眼皮的 小眼睛的人呢 比较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单眼皮的 大眼睛的人呢 他呢 也是小心 但是他小心的程度呢 略有不同 举例来说 如果单眼皮的大眼睛呢 他只要认同了 他分析之后 他认同了 他就会呢 真的会很认真 很热情的去实践他 所认同的每一个人事物 所以我觉得这个两者之间呢 大跟小呢 他的特质呢 还是会有一些略有的不同 好 然后呢 单眼皮的人呢 我刚刚讲他比较理性嘛 所以呢 理性的人呢 你通常要他去 例如说要游说他 例如说买东西呢 要很冲动派的啊 或是跟他讲说 哇 这东西是限量的哦 剩最后一件哦 你想要激起他的购买欲 这件事情呢 通常比较难一点点 除非说呢 他呢 是单眼皮 但是呢 他的鼻孔外露 鼻孔很大的 因为鼻孔大的都是在露财 好 那除非是这样的 那如果是单眼皮呢 鼻孔比较大的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容易因小失大 因为呢 他常常就会算这些小东西 然后呢 算算算到最后呢 发现说 哈 原来亏最多的就是他自己 所以单眼皮的人理性 有分 还是有分啦 有分大一点的单眼皮 跟小一点的单眼皮 但是我觉得呢 如果能够跟单眼皮的人呢 其实交朋友是蛮不错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当你的人生 遇到一些困难 或是需要 被 被得到一些有效的一些建议的时候 其实单眼皮的人呢 他可以在四度的情况下 给你一些 切中你 核心 让你一听就很有感觉的建议 因为呢 他平常就是在默默的去观察他 身边的每一个人事物 所以当他 辽落执掌之后呢 我刚刚讲如果他认同的这个人 然后他也觉得值得对你好的人 只要被单眼皮认同的 其实他真的都会对你还蛮好的 而且呢 好到呢 有时候会有一点执着 尤其呢 单眼皮又小眼睛的人呢 这样的人的执着的特质呢 会很强 为什么 因为他太过理性 所以有时候呢 如果今天他认定了这个人 假设他单眼皮的人也对他真的掏心掏肺 可是这个人呢 如果有一天背弃了他 那单眼皮的人呢 他也比较容易呢 就是会怀恨在心 会很生气说 我对你这么好 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呢 好 所以呢 他就会气 气比较久一点 好 比较容易气不过 尤其是单眼皮 小眼睛的人 那单眼皮 大眼睛的呢 通常呢 这样的状况呢 就会减弱很多 比较不会有这种状况 好 这是单眼皮的特质哦 好不好 那双眼皮的人呢 我刚刚讲比较感性嘛 感性的人呢 通常比较热情 就是说呢 他呢 双眼皮越双的人 然后眼睛越大的人 大的 就是双眼皮 然后眼睛又偏大的人呢 这样的人呢 通常藏不住他的内心的想法 也藏不住他的秘密 就是说 例如说你要跟一个人讲秘密呢 我觉得你宁可呢 先选择跟单眼皮的人讲秘密 你不可以跟这种双眼皮 眼睛又很大的讲秘密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人呢 很随感觉 随风飘扬的 好 那双眼皮的人就热情嘛 他什么事情呢 都充满了好奇心 所以呢 当双眼皮的人呢 他的好奇心一起来的时候 他有时候呢 会忘记自我 忘记自我 我的意思就是说 可能他明明 例如说买这个东西 他很喜欢 但这东西一点都不实用 看在单眼皮的人的眼里呢 会觉得说 你干嘛买这些瞎货啊 浪费钱 又不实际 那双眼皮就说 可是我喜欢啊 感觉对啊 然后呢 只要店员呢 就鼓吹一下 哎呀 这个是最后一个哦 限量的哦 对不对 不买不行哦 他就会被撩起来 被撩起来之后呢 买了一大堆瞎货 那包含呢 买东西也是 但看人也是啊 如果看人呢 如果他今天看到这个人 他觉得哦 因为双眼皮 又大眼睛的人 基本上因为热情展现出来 所以他也就是一个外貌协会的人 他呢 只看这个人呢 到底帅不帅 到底美不美 好不好 然后呢 他就是看到了 只要外貌协会 只要帅 什么都好谈 只要美 什么都好谈 所以呢就是双眼皮的人呢 他就是比较属于感性的 感性的人就是也很容易被感动 例如说看了一场 可能一个电影 这个电影呢 可能触动到他很在意的 可能家人的课题 情感的问题 他就一眼 那个电影一眼之后 他就哭了 那对于单眼皮的人说 啊你在哭什么 有什么好哭的 其实呢应该哭点没那么低吧 对 双眼皮的人哦 尤其双眼皮戴眼睛的人 就是呢 哭点 很低 好不好 那双眼皮的人呢 除了刚讲外貌协会啊 尤其是双眼皮戴眼睛的 然后也比较热情啊 比较容易呢 把这个内心的 事情呢 比较感性的事情 表现出来 好 那我刚刚讲哦 也不是说每一个双眼皮的人呢 都不能跟他讲秘密啦 这个只是我刚刚一开始的一个 比较 比较 直接的讲法 其实呢 能不能跟这个人讲秘密呢 还要看他的嘴巴 如果他的嘴巴呢 没事呢 就这样 打开了 有没有 有一些人的嘴巴呢 没事就这样张开 这样 像这样的人呢 嘴巴没事张开的人呢 你真的不要跟他讲秘密 尤其又是遇到这种双眼皮 应该是说 嘴巴张开的人 没事张开的人 你跟他讲秘密 他一定会把这个口风呢 露出去的 那如果呢 他是双眼皮 不管是双眼皮或单眼皮的人 只要看到这种嘴巴打开了 就不行 那如果是 双眼皮 又遇到嘴巴都张开开的 没事张开的 这种人呢 真的 比较没有心机 与其说他没有心机呢 不如说他真的很没有 智慧 好吗 所以呢 这个还是要比较注意一点点 然后呢 单眼皮的人呢 通常他因为深思熟虑一点 所以有时候他就是一个 比较能够沉稳一点点 所以双眼皮跟单眼皮的差别呢 就是在于说 他一个就是一个冲动派的 例如说双眼皮的人听到一个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 他也会呢 马上站在你这边呢 去一起来批判这个不公不义的事情 因为他就是比较热血一点嘛 那如果呢 你今天真的好想要交朋友的话呢 你当然找双眼皮的人呢 一起去吃喝玩乐呢 你可能会比较有点成就感 或比较开心一点点 那如果你觉得人生要参谋一些大事情的时候呢 或是比较长远计划的人呢 那你可以试试看呢 找双眼皮的人来去听听他的想法 单眼皮的人 口误单眼皮的人 你去听听看他的想法 或许呢 你会比较可以找到一些比较人生长远型的一个方向 OK 如果你是双眼皮的大眼睛的女生呢 除了我刚刚讲 你很容易陷入一段感情之外呢 就是说 你可能是因为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感动了 或者是这个人可能长的是你喜欢的那种性 然后因而让你心动了 所以你就会开始呢 容易义无反顾 就投入了某一段感情 所以呢 通常双眼皮又大眼睛的女生呢 很容易呢 陷入比较复杂的感情当中 例如说三角关系等等的状况 要比较注意一点点 三眼皮的人喔 就是呢 三眼皮要分 如果是两只都三眼皮的话 那就是呢 这样的人 他就虽然有双眼皮的特质 但是呢 三眼皮的人呢 他的性格呢 会更加的操劳 什么叫操劳呢 就是说 他对于呢 人际关系的这种 他很容易把自己呢 陷入比双眼皮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 就是说 好像这个也不能得罪 这个也不能去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他变成说 有时候他会里外不是人 很容易陷入一个让他自己觉得很尴尬 很窘况的一个局面当中 这是属于三眼皮的一个部分 还有一个 就是眼睛呢 如果是一单一双的 一单一双的呢 通常呢 都是比较属于双面人 什么叫双面人呢 就是说 他呢 脑筋动得很快 就是说 他可以阴 也可以阳 然后呢 当他觉得苗头不对的时候呢 他也可以呢 马上呢 就转变 换个局势 因为呢 眼睛一单一双的人呢 他通常就是比较 保护自己 那保护自己没有不好 他只是觉得说 反正呢 我觉得事情呢 可以赶快处理好就好了 因为他很怕麻烦 所以一单一双的人呢 有时候你跟他相处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的鬼点子很多 然后呢 有很多的创意 但是呢 很没有原则 怎么你今天讲这个 就是这个 明天讲那个 又是那个 所以原则性呢 似乎不太够 所以这个眼睛呢 一单一双的人呢 就是原则性 有时候会拿捏的 不是这么好 所以有时候 你会让人家觉得说 到底我要怎么跟你去相处 然后你的性格 有时候会阴晴圆缺啊 捉摸不定 所以就会要 比较注意一点点了 好 那另外来讲的话呢 还有一个就是 内霜的 内霜的话呢 就是非常闷烧的 闷烧的叉烧包 好不好 超级闷烧 就是呢 看到镜子呢 一定会多看两眼的 从镜子里面看到自己的 多看两眼的 就是这种内霜的 好 然后呢 平常呢 也不太去表现出 自己呢 是不是很喜欢这个人 是不是很喜欢这个东西 但是呢 他都不讲 可是呢 他就是闷闷的 去独自去做完这个事情 但是你后来发现说 原来你也会搞这招啊 原来你也喜欢这个人啊 偷偷来的 但是呢 他就是很闷烧 闷烧的人呢 通常还是比较自恋一点点 所以内霜的人呢 比较有这种 闷烧的潜力跟特质 OK 好 那我觉得呢 有时候跟闷烧的人相处 还蛮可爱的 就是说 你也不可以太戳破 他的所作所为 你不可以太轻易 把他看破 假设他正在闷烧的时候呢 你看破他 他会恼羞承诺 所以你千万不要呢 就是看到内霜的人就说 哎 你这个闷烧鬼 你这个烧包 他不要这样 那另外呢 像闷烧的人呢 假设他真的跟你同时看到 一样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他希望自己是可以独一无二的 所以当你真的跟他的交情很好的时候 他才会愿意呢 跟你拿一样的可能包包 用一样的物品 或是穿一样的衣服 通常呢 这种事情呢 对他来讲 他觉得不是独一无二的情况下 他很难做到 因为闷烧嘛 所以他某个层面呢 是希望大家看见他 好不好 所以呢 如果你遇到那双眼皮的朋友呢 真的 你不要太抢过他的风头 尤其呢 是你的主管 或是你的 很重要的长辈 你真的不能抢过他的风头 你要适时的赞美他 让他内心呢 翩翩起舞 整个人呢 飞扬了起来 他会觉得说 真的 你太懂我了 你真的就是一个很棒 Burr棒的人 好吗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 有时候我们可以从 眼睛的特质呢 来去看你是单眼皮 双眼皮 还有眼睛一带一双 还是内双的特质呢 你稍微去了解一下 你会发现说 其实呢 掌握几个重点 准确性 还挺高的耶 好 那当然我们还没有讲到什么 眼睛 还有所谓的圆的眼睛 细长的眼睛 还有什么三白眼啊 还有什么牛 长得像牛的眼睛啊 或是眼睛比较凸的啊 太多了 所以呢 今天只是part one而已好不好 part one而已 好 那今天的直播 快速重点 先到这边了 好 那我们相约 下一次了 拜拜